大家好,我是顺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十字绣四股线的分线方法及双针的穿针 那我们线呢,以前都是六小根组成了一大根 那我们需要将线一根一根的从就是原有的线里抽出 这样能够保证我们线之间没有残绕 它那个绣起来会非常的饱满 那我们把四小根线呢,就是整理到一起 那这个我们就是四股线 在整理的过程中呢,我们要保证线不打结,不缠绕的 这样呢,我们把它组成一大根之后 我们把它使劲地从两头往外撑一下 让它保持就是一个平整顺滑 之后我们拿出了一头穿一根针 我们这样操作一下 另一头我们也穿一根针 为什么叫双针呢 就是我们在线的两头穿两根针 这就是我们的双针穿线法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